周琦被哈达迪压制,中国南篮手节落后,姚明表情强细,十分郁闷。 北京时间9月1日晚19点30分,雅加达亚运会南篮决赛进行,对阵双方为中国队与伊朗队,这是一场绝对的强强对决。 哈达迪、巴克拉米黄金一带领领衔,伊朗队实力更胜一筹,而中国南篮这边红队球员里,周琦、丁燕女航领衔,没有一剑连也没有郭艾伦等一众好手,实力大打折扣,果不其然,中国南篮开局打得不好,虽然进攻端也限制住了几次哈达迪的进攻,但是中国队前几次投篮都投丢,伊朗队率先找回节奏。 而周琦把气上演格扣,格扣的人是劲敌哈达迪,首节末段,伊朗前场篮板抢得足够出色,不断拉大分差,方硕投进三分,帮助中国队追分,伊朗77号投进三分还击,这边还是方硕站出来投进中投,帮助中国队顶住压力。 首节结束时,中国队18比25落后7分,中国队得分最高的是方硕的7分。 第一节结束时,当镜头交给场边的中国蓝鞋主席姚明时,只见他撇嘴感到不可思议,或许他在感慨伊朗整体太强了,第二或许也在感慨中国小伙子们的抗压能力还是不强。 面对惊艳老辣的伊朗队,中国南蓝的小伙子们的确压力不小。 第二节,中国队追分效果还是不明显,哈达迪也不断得分,中国队的进攻彻底被限制了,中国队教练李南也不断叫暂停来应对,面对哈达迪,周琦,还是占据了劣势,但是首节的战部批扣极其提升士气。